早 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就是12章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 当纪念造你的主 人的一生很短暂 我们要趁着年幼 上精力充沛的时候就要给神用 不要等到完全人生的一个计革目标后 到年老才来服侍神 年轻是最能为主癫狂的时刻 我13岁时信主就开始火热的服侍 在年幼所做的 所经历的真的是美好的回忆 神可以为着筹备盈会 到凌晨三四点才睡 为了带更多年轻人认识耶稣 走遍Clan 哥本 毕日 书榜 水的中学 年轻时的勇敢和魄力 现在真的是追不回了 所以我们要趁着年轻 还有生命器械就要好好来装备自己 为更好能服侍主的路上而预备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 就要好好的敬畏神 纪念神 纪念神不只是偶尔想起他一下 纪念神是以神建立 以他的关系 与主同行 专心跟随他 寻求他 生命若是活着有意义 便要趁着年少时 为创造主而活 再者 闯到者应有智慧 能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默想又查考 又承说许多生言 闯到者专心寻求可习的言语 是凭政治写的诚实话 智慧的人 源于能激励人心 并激发思想 我们要谦卑聆听 对于神的话 我们要谦卑聆听 有受教的心 我们要听神的话语 你要听牧师和小组长 在真理上的教导 最后十二节讲到非常棒 我儿 还有一成 你当受劝解 着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身体疲倦 我儿还有一成 你当受坚决 意思是指 全部的全民 话语之外 还有一点必须要留意的 读书多 没有穷尽 意思是指 世上有数不尽的书记 话语一生 都读不完的各种理论和学说 选至属灵诸界 也是 层出不穷 我们应当选择 多读神的话 以神真理来滋养自己 由于我们在世上日子短暂 就应该善用人生 来学习重要的真理 专心寻求神 2023年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是否有个计划 要把圣经读完一遍呢 这里告诉我们 原来所有的智慧 都是来自这本上帝的话语 这本书 圣经 但是很可惜是 我没有好好地抓紧 这本圣经 所以我祷告 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下心决心 抓紧神的话 让神的话 随你脚前灯 路上的光 你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月神赐福 听他坏的人 你 那么 听他们 是什么 这个 优优独播 优独播 节目